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中国医保出了大问题 庞氏骗局坑有多深 从邪道地方花样百出 中国青年软对抗 浙江高中教材写入人体器官捐献 被批魔鬼行径 状况太恐怖 爆火视频 中国人东京风抢达飞熊 当地人吓到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1月20号 星期六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 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国医保出了大问题 庞氏骗局坑有多深 近期 中国有关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年价2500万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多地政府已宣布 延长今年的参保期限 虎秀网的一篇分析 民众主动弃保 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 个人缴费过高 超过民众承受能力 二是待遇不足 群众感受不到参保的好处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来自福建宁德地区的刘女士说 今年我们村很多人都说不想缴了 缴不起了 如果一家十口人的话 要3000多块啊 来自中国河北乡村的王军平 也是近两年推出医保的一员 他说 退的人太多了 医保最开始推行时 每年只交10元 到医院最高可以报销金额为2万 那时医保还算有点用 但现在 医保价格涨到每人三四千元 不看病时白缴钱 要看病时 各种药费和检查费用都特别高 医保就等于是骗人的东西 来自河北保定的余先生也曾多年选择不缴医保 因为保费越来越高 报销比例却很低 但在村委会的压力下 他还是参保了 母亲告诉他 这是因为村委会在要求村民缴纳医保方面 每年都有一定的任务指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宏说 参保人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人数越多 整个来说你的保障力度就会越大 现在陆陆续续有人退出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会导致医保体制崩溃 与此同时 习近平当局主导的反腐行动 也扩展到医保领域 多名省级医保官员相继备查 旅美资深财经媒体人王健认为 当前中国的医保行业反腐完全是避重就轻 对医药行业来说 医保是最轻微的环节 真正腐败的是医院里的设备采购啊 拿红包啊 那是真腐败 福建的刘女士则认为 这种医疗反腐跟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于贪官来说 只是政府没钱了 用反腐来捞一点钱吧 反腐了 百姓的药便宜了吗 百姓看病就不用钱了吗 王健则认为 医保不透明的原因就是 中国的医保根本就是个庞氏骗局 他指出 如果购买商业保险 投保人支付的费用和可获得利益 都是白纸黑字固定下来 稳定可靠 而中国的医保费用是逐年增加 回报也不确定 他说 你十年前报销的比例和范围 和现在的报销比例和范围都不一样 而且它可以任意修改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在保护你 从习到地方花样百出 中国青年软对抗 中共国务院在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2023年度人口减少208万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共官方宣布中国人口进一步减少 去年人口再呈负增长 从习近平到各级官员 学者 花样百出 催生 但年轻一代聚顺从 有青年说 不想孩子成为韭菜 奴才 人口红利消失会进一步减慢地产经济 令中国经济加速衰败 社会保障系统雪上加霜 年轻一代不为所动 反而说 不要滥生无辜 以防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甚至以此作为软对抗 有网友就表示 低生育率就是民众默默地反抗与呐喊 当环境不适合生物生存的时候 生物放弃繁衍是天性 这数据是这个环境应得的 广东李先生表示 中国经济一片萧条 尽管他本人还没有失业 但他对未来深感无望 周边很多中国年轻人也绝望地说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人矿 被收割的韭菜 被洗脑的奴才 我们也受够了 所以就让我们成为最后一代 中国人口萎缩 对经济带来直接冲击 中国知名金融学者贺江斌认为 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 无法拉动地产经济 中国已经提前进入未复先老的社会 而社会转型不成功 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和印度等国家相比 又已不复存在 过往经济发展模式已成绝路 国家前景黯淡 贺江斌说 大家都根深蒂固的 不愿意生了 这个不可逆 动力这个你现在没有竞争优势 特别是印度这个中间的年龄 比我们年轻十岁 我们现在毫无优势可言 浙江高中教材写入人体器官捐献 被批魔鬼行径 1月19号 大陆微博流传的视频显示 全国首例 人体器官捐献知识 编入浙江高中教材 视频中 浙江省红十字会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草彦方称 让这些知识进入校园 让年轻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窗口 能够珍惜生命 关爱生命 经查询 浙江绍兴市政府网站 2023年8月8号报道的新闻 2023年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 巡回培训班开班仪式称 草彦方是浙江省红十字会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业务科的科长 但是该新闻已经被删除 其他相关新闻中 称草彦方为人体器官捐献的协调员 2022年1月5号 杭州日报刊发 这是一份特殊的成人礼 全国首次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编入我省高中教材 引用了同乡市 矛盾中学负责人的话声称 将人体器官捐献知识 写入教材 是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目的是在学生中产生号召力 报道称 人自然社会新版教材 面向全省高中师生 普及传播人体器官捐献知识 网友怒斥 连根跑啊准备 终于把手伸向了没有是非黑白 单纯善良的孩子 太黑了 然后意外丛生 魔鬼说辞 恶魔不仅惦记你的软肋 还用你的软肋胁迫你 穷的上不起学的没人管 生病的没人管 这种他们要管了 状况太恐怖 爆火视频 中国人东京风抢达飞熊 当地人吓到 日本网友近日疯传一段 中国人挤爆 东京迪士尼风抢的影片 内容可见 众多中国人挤在达飞熊玩偶区 如蝗虫过境狂抢 日本店员喊破喉咙 要求大家不要推挤 还是可以看到中国人 奋力地扫货 就有日本目击者指出 当下的状况 别说是挤不进去 根本是不敢挤 因为状况太恐怖了 这段影片可见 一群中国人挤进 东京迪士尼商店 一群人疯抢达飞熊玩偶 旁边有日本店员 不断大声喊 很危险 请不要推挤 但现场中国游客 完全没在听 依旧持续疯狂扫货 就现场目击的 日本游客指出 真的不到几分钟 原本架上 满满的达飞熊玩偶 完全被扫光 只剩下不是达飞熊的产品 孤零零地挂在架上 一名目击现场状况 并拍摄影片的日本女游客 对麦东纳News表示 现场出现非常多讲中文的人 反而没有日本人在内 她也认为 当下状况就算日本店员大声喊 可能也没有人听得懂 证明女游客也形容 现场人挤人的状况相当恐怖 不要说外围的人根本挤不进去 大家也不敢挤进去 女游客也认为 未来东京迪士尼 应该要寄出相关防范措施 比如用门票为凭证 限购 另外也有民众表示 现场看起来有相当专业的中国代购客 买了一箱又一箱的达菲雄 准备拿去转卖 据悉 东京迪士尼为了防止黄牛现象 目前已决定采取限购措施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视频内容是 将中共党魁从高空置下 中共新华社说了实话 习难堪了 中国鹰派专家预测中美实力 东升西降报废 第一批杀疯了的局长已经塌房了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